暗夜行者,第23集,有穿警服的人从院里走出,朝魏无羡的车看了看,好像认识得挥挥手,走过去了。 魏无羡吼道,蓝忘机,我魏无羡不欠你的,别以为我不会抓你。 蓝忘机湿了色的嘴唇动了动,终究没说什么,平静地开门下车,平静地一如从前。 魏无羡听着人开了后车门,拿下行李,关门,紧握着方向盘的手颤抖,他听见心里有个声音在嘶喊叫人,别走,你别走。 他的心不恨他,可是,又如此恨他。 这一天里,办公室的伙计们看遍了魏无羡所有不善的表情轮番挂上脸,烦躁的,凶巴巴的,尖刻讽刺的,他们毫无征兆和来由的,为这微不足道的的小事上瘾。 嘿,嘿,是谁惹咱头了? 趁着魏无羡一出去,小廖扭头悄声问着其余人,小李,放风去。 江明一叫,离门口最近的小李很醒目地拿了一份文件以着门边装模作样地看,实则留意着过道来人。 温宁,头儿是不是被小蓝律师甩了? 我不知道,温宁说,咦,头儿跟小蓝律师什么时候发展出不正常关系了? 我怎么不知道,也许是头儿想跟小蓝律师发展不正常关系,被拒绝了。 你们别乱说,应该不关小蓝律师的事,我听说小蓝律师前几天出国了。 闭嘴,闭嘴,小李飞快窜回自己座位,办公室里顿座鸦雀无声。 快到下班前,一帮手下们终于摸清了,魏无羡的表情也罢口气也罢皆可以忽视,只要顺着人就好,哪怕转身就不理她的话都行,而出外勤的人干脆趁机一去不回。 下班时间一到,所剩无几的人顿座鸟受散。 魏无羡刻意将头脑一天都塞得满满,不给一丝缝隙,此时眼见办公室请客一空,也不可能再待下去。 不是不想见人,只是万万没想过还能见。 蓝忘机在门前愁愁,还是自己搬过来的那天,魏无羡积极地替他拖着行李箱进了门,又折回门口,叫,拦战,拦战,过来。 蓝忘机走过去就被人揽住,魏无羡含着他的唇呼伦地说,我要把密码换掉,你说,我用今天你搬来我家住的这个日子好,还是用你第一次在我家过夜的那天好? 蓝忘机呃泪一声说不出话,魏无羡自己说,我还是用你第一次被我带回家的那天吧,那天跟你上床,我是很认真的。 然后,门锁的密码便是那个日子,魏无羡家的门锁不用指纹。 后来,蓝忘机曾问他要不要换个指纹锁,看他平时小时多没耐心,反倒要一个一个数字输密码。 魏无羡坚定说,不换,反正每输一次密码都能提醒我得意一下,我就是那天把你拐上床的。 有时候,魏无羡说得更露骨,这样我永远不会忘记是哪一天第一次把你包干净的。 蓝忘机瞪他说,好像魏警官那天是衣冠楚楚,魏无羡便来抓他的手,让我认一认,是哪一只道貌黯然的罪恶的手包魏警官衣服的。 还一边气焰嚣张地说,知道蓝律师不办刑案,我给你普及一下刑法之事。 我那天对你因为强奸对象不符合不构成犯罪,但你对我可实实在在构成袭警。 蓝忘机抬脚踹他,他一咕噜从沙发滚落地上躲过。 蓝忘机知道魏无羡不会这么早回家,觉得自己应该进屋等他,密码就在心里没忘,可是他不敢是。 本以为是顺理成章的事,却被人一顿吼乱了全盘阵脚,心也没了底。 原来自己根本没做可能失落的打算,却如此地害怕失落。 坠坠不安间猛听一声鹤问,你在我家门口做什么? 随着电梯门响,走出的是瞪着眼睛的魏无羡。 魏无羡,这名字换得色口,听的人也色耳。 我想解释蓝忘机热切说,解释什么? 你走了以后,你做的所有事情我都查得清清楚楚,够抓你的了。 魏无羡毫不留情说,蓝忘机尴尬,不是说这个,我喝,那你是要说我们吗? 一说到这个,魏无羡更加来气,你不是那么有钱吗? 可睡了我三年,你付过一分钱吗? 拍拍屁股就走人。 骂完发现蓝忘机表情有些错愕,自己也不由一下愣住,我说的是什么? 就算不讨论到底谁睡谁,可自己是这个意思吗? 潜意识里是一直耿耿于怀他走后暴露的富贵身份,而不仅仅是自己以为的什么高冷律师,心里不止一次骂,伤人重力轻别离。 可这骂出口的话,无论如何偏差得厉害,魏无羡为自己抓错重点恼羞成怒,突然飞起一脚踹人肚子。 从前两人笑闹长阳坐拳打脚踢,此时却爆发出真力。 他又突然想起蓝忘机在医院里跟自己的扭打,不由冲上两步,抓起踉枪底墙的蓝忘机胸前的衣服,又狠狠补上一拳,愤怒冲顶地叫嚣, 你不是能打吗?来呀,你再跟我打呀,你不是还会捅刀子吗? 哦对了,你还会使枪呢,是不是呀,魏无羡觉得自己现在迫切需要一场私打,跟蓝忘机拼尽全力打一架,把人恶狠狠揍一顿。 可是面前的人不还手,令他仿佛力都打在棉花上软绵绵的,愤怒发泄不出,他看着那张脸一发暴躁, 魏无羡扯出一抹大恨意的笑容,我睡够你了,你知道的,我从头到尾喜欢的根本不是你,是另一个人。 他一字一字地说,心有铁轮,说一字轮脚一下,痛到根根肋骨都一下下疼,他咬着牙叫说,蓝忘机,我怎么可能爱一个拿刀子杀我的人? 被他打得跌坐墙边的蓝忘机本就白净的脸彻底湿了血色,魏无羡积聚三年的怨愤倾泻而出,他看不见另一人眼里深深哀气,他听见心底声音挣扎,我爱他。 那声音在心腔轰鸣,震荡头顶,他不敢再看他,他怕只一眼可能都令自己好不容易雷起地牵刃肩壁轰他。 电梯门改一声开,出来的是邻居家女主人带着下补习客的男孩,他们怪异地扫一眼剑拔弩张的两人,小孩对魏无羡小声唤了一声,献哥哥。 他们低着头进了自家门,魏无羡顾不上婴人,却看见在他们的身后,电梯即将合上的瞬间,蓝忘机冲过去,隔开门进了电梯。 魏无羡目不转睛瞪着电梯门关上,看着数字一层一层往下落,他眨了眨眼,他是瞒过自己那么多,还利用爱念伴助自己让他割出桃,可今天自己这样狠狠地刺伤他,却一点不觉得出气,只觉得也疼,大概与人一样的疼。 魏无羡第二天一早出门去赶高铁,第一是在小区门口接上他,穿行过有着许多早餐档口的蒸汽阴晕的小街,他忽然发觉蓝忘机走后的三年里,自家小区外的景象变了许多,热闹拥挤了许多,不变的是自己的心底,停留在人走前不肯翻页。 其实,我一直在努力想改变的,魏无羡委屈地想,他又绵若无力地想,蓝忘机回来做什么呢?是来找自己的吗?他们之间还能做什么呢?还能有将来吗? 何温宁一起坐在高铁车厢里,他有些傲丧,他觉得三天的出差是不是太久了?自己应该在一城有着更重要的事做,魏无羡努力地令自己认真投入到与兄弟城市的缉毒情报交流中。 直到夜晚回到招待所,脑子一空虚,蓝忘机的人便不受控制地侵入来。 他知道自己根本做不到把人抓起来,那么,可以放纵自己跟他偷偷地像从前一样来往吗? 一个警察和他的嫌犯,就算自己不抓他,不能拦别人抓他,他还没想出个结果。 手机响了一声,有信息来,为什么还没有回家? 一个陌生的号码,心一跳,他知道是蓝忘机。 魏无羡知道他一定是进自己家等了,他没换过密码,人还记得。 魏无羡没意识到自己心里涌起一阵安心,他却发了语音,凶巴巴的语音,你在我家待着,我怎么回? 等你走了我自然会回。 没有回复。 就在魏无羡乱七八糟的烦躁又起的时候,手机亮了一下,真是不想见到我吗? 能感受到那边那人的隐忍求全,脑中闪过那世人走得潇洒,魏无羡生起一丝报复的快感,却如何硬撑不出,不想两字。 他回复,如果你还不滚,明早你等到的不会是我,是我的同事们。 魏无羡实在后悔出这趟差,他觉得自己此时就应该在家里,狠狠地骂一顿蓝忘机,看着人骂,揪着人骂,把人攥在手心出气。 然后,然后等着人凑上来巴巴地讨好自己,自己在狠狠蹂躏他,电话再没有回音。 直到早晨,他听见手机微响,沉睡中一下就听见,抓过来一看,早晨六点,有信息说,对不起。 魏无羡看着这三个字,越来越清醒。 他想,他要对我说对不起什么呢?哼,他有那么多的对我不起,又想,他是没睡吗? 为什么这时候发信息?是等了自己一夜吗? 魏无羡很想像从前一样问人一句,你在哪? 从前,无时无刻魏无羡都能知道蓝忘机人在哪里,他现在也想知道蓝忘机人在哪里,很想知道。 忽然,心里有点疼,然后越来越疼。